哈囉 大家好 我是Obeli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主題就是 拍攝Vlog之前要做的準備 我先來說一下我的行前準備 我就先準備相機啊 然後還有我的當天的行程 然後依照我當天想要拍的主題 再去看我需要帶哪一些器材去 那如果是旅遊類的話呢 我們會帶穩定器 然後還有我們的A73 然後還有一顆變焦鏡 大概是20-70左右的焦段 然後還有85 1.8那一顆 如果是拍攝平常的Vlog的話 我就會帶G7X2 那在準備好我今天要帶的相機之後呢 就會看一下今天我要拍的行程大概是哪一些 那這邊呢 我把我的行程列給大家看 假如我今天是要去桃園一日遊的話 那我們從出發開始我們就可以拍一些路程 那之後呢我們到了定點 定點可以拍一些比較大的景 像是我們會先用空拍拍一些當地的一些山啊 或者是那邊有海邊之類的 就會先用空拍拍一些空景 那拍空景完之後 我們就會拍一些地面上的Vlog 像是 你們看到這邊是走路 然後我現在走去哪邊 代表說我現在要去某個地方 或者是我在這邊是有移動的感覺 然後移動的感覺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短接其他的可能吃東西啊 或者是你們在玩的畫面 那這些呢 如果你是拍攝像我這樣子的Vlog的話 通常這些畫面都不是真實的 它都是用C的 吃東西我們可能就會做兩三次 吃咬下去 然後拍一些特寫咬下去 或者是一個移動的畫面 這些東西我們會用穩定器去做 那如果是像是比較生活類的Vlog 我可能用G7S2拍的那種 我就會比較真實 那在過程移動的時候 我會做一些轉場 那轉場的部分之後 我們可以再拍一集是怎麼做的 我可以在剪輯上面跟你們說 所以呢 我們在一個地方 可能我在A、D 然後我要去B、D的時候 我會在拍攝的時候 我會先想好說 這個地方到最後一個地方的 那兩卡我要用什麼拍 那每個人的拍攝方式不太一樣 就是可以看當地的狀況 Vlog它就是一個比較隨性的東西 所以看你怎麼紀錄都OK 它沒有一個很知識的方法 以上拍完這些Vlog 你回去剪輯之後 就會需要一些素材 我通常是在專案檔的地方 我就會先做好 可能我的影片左上角會有一個Logo 底下會是上字幕的地方 那如果你想要一個標題的話 你可以在邊邊也放一個標題 我會先在剪輯的專案檔裡面 先做一個Layout 我就不用每次都去調整 但是我會依照每一個主題 可能這個是 我的聊天的內容 我就會做一個版型 然後我可能出去旅遊的 我就會做一個版型 這些素材就可以先準備著 然後音樂的話 我自己是用Music Band 用那些音樂我覺得比較好聽啦 因為YouTube本身的那個素材網站就是 因為太多人在用了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太常聽到 很灌頭 所以呢我自己是有訂閱Music Band 我會把資訊放在底下 你們可以去看看 那以上是今天跟你們分享的 拍攝Vlog之前要做的準備 如果你對於影像製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跟我一起討論喔 那之後我會在每週二分享 我對影片的想法 然後還有一些影片的成品 星期五的話我就會拍攝一些 生活類啊 然後美妝保養出去玩之類的影片 所以未來大家可以在 喔!看到我的影片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訂閱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